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江子牙的万年歌 袁天罡李淳峰合著的推背图 还有李淳峰自己写的藏头诗 再加上黄涅的禅诗 以及邵康杰所写的梅花诗 还有一个就是刘伯温的烧饼歌 在这里最负盛名的就是推背图 他与西方人诺查丹玛斯所写的诸事记 并称为预言书的两大巅峰 之所以这推背图这么有名 是因为从他开始所推的唐代 一直到现在 所写的这每一项几乎都一一应验 太奇怪了 非常非常的奇怪 以至于就很多统治者都害怕了 不行啊 把这东西的焚毁得烧掉或者藏起来 但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屡禁不止 后来朝廷就下令 就篡改了这推背图的顺序 然后发给了老百姓 散落在民间 结果这种颠颠倒倒倒颠的这种推背图 很多人看了之后发现不应验啊 于是呢 就没人看了 也没人收藏了 但是时间可以让真的版本浮出水面啊 像从宋朝一直到清初的年间 又经历了700年的时间 在这700年时间里 又发生了推背图上面所写的17项 这17项又是一一应验 于是乎 这种顺序 图文解说都没有错的推背图的版本就出现了 以至于清朝出现个大才子叫金圣叹 都为其做批注啊 推背图呢 一共是60项 啊 那么第一项和最后一项 它分别是什么 隐言和结语 只有从第二项到第59项 哎 是推的历史 啊 是兴衰时 是每个朝代的起起落落 现在呢 已经经过43项了 正在走的是第44项 那么前43项 啊 都是一一应验啊 这袁天刚和李淳峰是太伟大了 到现在为止 这43项 没一项不准 未来还有17项啊 这17项到底什么样 都是值得我们晚辈后辈去研究去揣测的 像袁天刚和李淳峰啊 两位大智者 推出了2000多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是在他身后的2000多年的历史 太不容易了 可想这古人是多么的伟大 那么现在几乎找不着 哎 某个人 学完了艺经 学完了算卦 学完了这些神学 学完了这些术术之后 再能推2000年历史的 几乎无人了 别说2000年 20年都难 说到推背图的作者啊 其实呢 很多人认为是袁天刚 李淳峰 这基本上没有错 但是呢 正史上记载啊 这推背图并没有作者 也就是说 作者这个位置上 没有主名 为什么呀 想必是袁天刚 李淳峰 这是两位智者嘛 对不对 怎么敢留名啊 你想 他是在唐朝那时候写的 那么唐朝呢 很多人都说 在唐朝的人 那肯定是希望这唐朝 兴盛万万大呀 对吧 唐太宗李世民 对吧 不想听到 只有290年的国作呀 所以呀 这作者就成为一个悬念 但是几乎肯定 就这俩人没跑 那么说到李淳峰 李淳峰呢 是唐代啊 就是一个非常顶级的 大义学家 天文学家 数学家 很厉害呀 他呢 能够推兴万代 但只不过呢 到2000年了 他就觉得没意思了 就推2000年就完了 所以这个推背图 只讲了2000年的历史 另外呢 这李淳峰呢 也是最早研究日食的 这么一位大科学家 说到袁天刚呢 那不辞于李淳峰啊 跟他是同一时代 啊 很厉害的一人物 也是能掐会算 啊 看阴宅 看天象 看人像 都没问题 他呢 发明了一套 称古演算法 也就是用非常简单的技巧 就能够推算出人的 福祸及凶 啊 非常了不起 相传 武则天的母亲 就曾经找过 袁天刚 向过面 在旧堂书上记载啊 当时这武则天 还在强暴中 啊 这武武呢 就找到了袁天刚 让他向面 这天天刚一看 对武武说 看您的骨相 必生贵子 然后呢 这武武又招来三个孩子 给袁天刚看 当看到武则天的时候啊 就骗这袁天刚 说啊 这是男孩 好 这袁天刚呢 就看了一眼 这武则天 好 惊了一下 然后说道 龙惊奉惊 必为贵人 若是女子啊 必为天下之主义 当然了 这个事儿 也不好说是真是假 但是历史就这么记载的 姑且听之 那么说到 袁天刚与李淳风 这俩人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呢 历史上啊 居然有多个版本 很多人呢 就认为 这俩人呢 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当然这个呢 也有很多人反驳 不对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什么呢 这俩人啊 师徒关系 袁天刚 是李淳风的师父 还有一小部分人 他认为什么呢 这俩人是同僚 是同事 但是 究竟这俩人什么关系 与这推背图的内容啊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你管他 他们俩什么关系呢 总之是两位非常厉害的 艺学大师 可以说 推背图是中国预言文化的 集大成者 他站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 来阐述 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他有一种很浑厚的文化魅力 这种魅力是我们后人啊 哎呀 望洋兴叹的 不可比拟 不可推测 不可研究 不可说 不可思 不可以 但是 他可以帮助我们 查古之金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上下五千年 这么久的文化历史 哎 让我们对中国 有一层更深入的认识 了解 可以帮助我们 重新认识历史与人性 以便 使我们走向 更加有希望的未来 那么 推背图究竟讲了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会将推背图整个一系列 分开来讲 啊 请各位持续关注本人的公众平台 感谢观看